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5月8日礼拜三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就着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 报告就确定香港的自治权已经是全方位被侵蚀 因此报告指出 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 报告提出了三个选项 第一是采取惩罚性措施 第二是取消所有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政策 第三是维持策略性接触 第二单消息 资深媒体人陈景祥 今天在明报撰写文章指出 政治博弈往往是会超越市场实际 香港必须要审时度势 对联系汇率制度的去留 要美与筹谋及时做好准备 在说之前 首先要欢迎告知旧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美国的CSIS 他们发布出来的最新一份报告 究竟是给美国政府什么建议 为何这份报告这么值得来看呢 虽然它不是美国联邦政府 自己发布出来的一份报告 但是是有其分量的 这个CSIS智库组织 即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会在香港时间明晚8点 举行一场网上活动 这场网上活动主题叫做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中文就是说 有关于香港自治权 自从2020年以来的侵蚀 以及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在这场网上活动里 找了一个极巨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 是会出席的 大家看到了 这个题目就讲香港自治权的侵蚀 而CSIS他们最新发布出来的 这份详细报告 已经是确定了 香港的自治权 已经是全方位被侵蚀 所以讨论的方向 一定不是说 究竟香港的自治权 有没有被侵蚀呢 在CSIS的角度来看 不用讨论了 因为他们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我说是有 有之外 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我相信这场活动里 会有些方向带出 梅如瑞总领事 袍头 所以这份报告是否很有分量 我们看看这份报告 他们是怎样做的 参与赞写报告的 其中两位作者 一个是布兰切特 另一个是肯尼迪 两人在去年的9月 是访问了香港的 在9日的时间里面 就进行了35次的采访 他们就找来了 美国决策者 特区政府的代表 特区政府的前官员 立法会议员 本地和跨国公司的高管 金融机构从业员 大学教授 本地和国际记者 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以及公共利益法律专家 进行了访问 好了 研究报告是确定 在习近平的专制统治下 已经显著侵蚀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 虽然香港现在 仍然拥有部分的自主权 但总体的趋势 是自主权全方位被削弱 包括司法 政治和公民社会 所以这份报告 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香港的自治权 是受到了侵蚀 现在需要美国政府 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 正如我们刚才所述 报告提出了三个选项 第一是加强惩罚和制裁 第二是取消所有 和香港有关的特殊优惠政策 即是撤出 第三是维持策略性接触 报告认为 新政策应该要符合美国和香港的利益 以及保持弹性 究竟这三项的选项 分别包含了什么 我认为其实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呢 我先说一下我的意见 就是现在这份报告一出台 再加上駐港总领事梅鱼瑞 出席这个线上活动 我认为有可能 美国政府真的在酝酿一些政策转变 针对香港的 选项一就是加强惩罚和制裁 这个选项就是美国政府过往的几年 都有采取过 包括制裁了多名大陆官员和香港官员 这种办法是会增加到北京的成本 美国其实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包括关闭香港驻美国的经贸办事处 以及就23条制裁更多的人员 但是报告就认为 这种方法是会将受制裁的官员 推向大陆那边的 就着这个选项 我们有几样东西可以看 第一就是 美国政府会执行的机会大不大呢 由于以往 如果只是说制裁 以往美国政府都有执行过的时候 他再执行多一次 但是我认为是不奇怪的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其实已经是执行了两次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针对特区的官员 至于就着23条制裁更多的人 大家可以留意到 香港暂时来说 香港就没有说 因为23条立法以后 就着23条相关的条文 走去执法 或者抓人 未有相关的案例 你说就着23条制裁更多的人 现在就通过了 因为他没有用到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避而不用 避而不用的时候 对市民是最有利的 你放在这里就不要动 但是如果他真的会去执法 而且那个频率是很频繁的话 会不会触发得到 美国政府再度执行制裁选项呢 可能也是会有的 至于说 关闭香港的驻美经贸办 这三个经贸办 这些都已经在议程上 美国国会 这三个经贸办都冻过水 第二件事 就是看他执行的难度 由于这些选项 全部在美国 国内都可以执行得到的 包括他说要制裁哪个 就是美国政府自己颁布出来 其他的银行就要跟从 如果不是就会违反了 所谓二级制裁 另外关闭香港的三个驻美经贸办 也是美国国会通过 拜登签止 可以执行的 所以这个困难度 就不算是很高 故此选项一 总的议言 你说美国政府 会不会再拿来执行 我认为也是有机会的 至于报告说 受制裁的官员会靠拢北京那边 这些就是找东西来写的 就算你不制裁他 他也是靠拢北京那边 因为现在是由爱国者治港 大佬 现在是完善选举制度 是清一色的 非爱国者 连习都进不了 有资格审查委员会 官员又要宣誓 那你根本上是 一定会站在大陆那边 选项二 就是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和地位 即是撤出 报告说 美国认定了香港和大陆其他城市无疑 如果执行撤出的选项 所以要逐步取消给予香港的所有政策优惠 其中包括 要全面调整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合作 包括贸易、投资、旅游 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 美国也要反对香港 继续以独立的身份 参与国际组织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会 和国际奥委会 报告同时警告 如果采取这个方法 只会令香港紧如的自由消失 令香港无法回復过来 最终的结果 中国受到的损害轻微 但美国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我们来讲讲这个选项 其实是很严重的 先不要说 如果执行这件事 美国的利益都会被损害 只是他这样说 但到最后做一个决策 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所以不能完全排除了这个选项 如果一个选项可以排除 它就不会列入了 在这个报告中 你可以认为 执行选项2的机会低些 但不能抹杀有这个机会 好了 说到贸易投资 旅游执法的合作 都会全面调整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取得美签的话 尽快取得了 其实现在在香港 就算你持特区护照也好 什么都好 拿美签相对还是容易的 拿这个旅游签 拿定先 其实就 给些少钱而已 你买定一个 后备 买定一个保险 至于 其他合作 要全面调整 香港就成为了 中美剧烈斗争底下的犧牲品 没办法 以往 有些科技的先进产品 有些晶片 都还是可以输出到香港 比如说 有些显示卡 就已经是 NVIDIA 但是 有一段时间 就说 是不是香港也拿不到呢 最终香港也是拿得到的 叫做化险为宜 是今年发生的 这件事 但将来会怎样呢 如果他全面调整美港商 那边的合作关系 那就没有了 他当了你香港是大陆的城市 没有分别 那就是 所有以往 对香港的优惠都没有了 所以 如果要 申请 或者留学 就快点去做 另外 困难度的问题 就是 我认为 这个选项二 就会比选项一 更加困难 因为你说 要把香港 踢出的国际组织 那不是 美国说的事 那你又要点人头 经过了大陆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的大撒币 得到这么多 阿菲拉的朋友 要点票的话 其实 也未必可以的 坦白说 美国说 要踢香港走 去这里 不让他加入 我认为 这个相对是困难的 因为这个不是 美国说了算 但是 他调整美港商 的合作关系 就是他说了算 香港是处于一个 完全被动的状态 因为是没有说的 现在都不会见你了 以前老董 可以见到 小布殊 曾酌士 也见到奥巴马 李家超 你见到哪位呢 也见到大陆 不知什么官员 很低级的那些 好了 选项三 就是策略性的接触 报告认为 这是最温和的做法 是尽可能保持 和香港各个阶层接触沟通 借此延长 香港在中共管治下的独特性 让香港继续成为大陆的示范城市 这就能够保护到大部分未能离开香港人的自由 报告总结 如果完全依赖制裁 或放弃香港 都会有反作用 这会令香港进一步 失去紧如的自治 最好对香港的政策 就是保持对香港公民、政府、商界 以及公民组织之间的谅解 这个政策是需要耐性的 但这也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以上就是 美国智庫组织 CSIS最新发出的报告 当然我认为 始终香港还有700万人 有三四百万黄尸 最好不要弄得这么轰烈 就一定是对民生、对福祉是最好的 问题就是 当中美关系搞得越来越僵的时候 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犧牲品 而香港夹在中美之间成为了磨心 所以既然这份报告提出了三个选项 纵然有些选项 看似 现在这一刻未会实现 但我认为 大家都要做定一些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有些选项 真的要发生起来的时候 才说拿手不成勢 臨急好佛脚 到时恐怕也会太迟 接下去 我们就看看今天明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由资深传媒人陈景祥所写的 他曾经做过信报的总编辑 现在在浙大做传理系教授 他那些行文就有些蓝 但不要紧 因为他里面有些内容 我认为值得有价值和大家分享 说到关于联会的问题 究竟联会能不能保持得到呢 据这篇文章所说 华尔街日报放风 说美国准备制定方案 对于那些参与 对俄出口的中国银行业 实施金融制裁 虽则美方后来有所否认 但空月来风 金融制裁看来并非纯粹靠客 以目前中美博弈的形势来看 美国手上最后一张黄牌 正是金融制裁 而华虎要打出这张牌的动机 正是越来越强 我大部分同意 他说这段 但他说手上最后一张黄牌 是金融制裁 就不同意了 这张的确是美国手上的黄牌 但不是最后一张黄牌 美国手上仍然是大把囚 我看这篇文章说 金融战就应该是美方下一着棋 美国对华实行金融制裁不是新鲜事 特朗普政府制定的香港自治法 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赋予美国政府权力 可以对大陆和香港官员及组织 实施经济制裁 或者禁止中资机构 在美国管轄范围里面 和任何金融机构 进行信用转让或支付 可以禁止美国人投资 或者购买中资机构的股权和债券等 但最具杀力的一招 即是将中国的银行 排除出Swift系统 就一直是避而未用 因为美国 还没有堂而皇之的理由 现在终于连上了对俄贸易 对美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令美国有理由对华使用更严厉的金融制裁 偏蓝的学者 都认为是有机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现在这一刻好去做部署 你去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越搞越大就回不了头 到最终会波及香港 会影响到大家的资产 我们看完这篇文章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和西方制裁俄国 其中一记的狠招 就是将俄国金融系统 踢出Swift系统 同时凍结了俄国的美元储备 美国将Swift武器化 始于911事件 美国通过利用Swift 强化了对涉控组织的金融交易 和资金融通信息监控 2012年和2018年 伊朗两度被排除出Swift系统 美国不但限制伊朗使用美元 还剝奪了伊朗 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 国际贸易权利 令伊朗经济受到重创 所以没得用美元就是玩完 文章说 在金融领域 美国实力远超中国 到无招可用时 美国动用金融核武 肯定是其中一个选项 华尔加日报放风 可以视之为余卵准备 好了 现在说来说去 都是关于大陆的银行 和香港有什么瓜葛呢 美国还有另一道杀手简 就是针对联系汇率 就是将香港都可以排除出Swift系统 限制香港使用美元 并且禁止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 国际贸易权利 很明显 走到这个地步 香港经济体系肯定会受到重创 美国当然会明白 香港在金融和对外经贸关系上 对大陆极为重要 将香港打残等于大大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 这个选项 美国又怎会不认真去考虑 美国在香港有庞大的经贸和金融利益 将香港排除出Swift 对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 包括美企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针对联汇 不让港元和美元挂钩 好 技术上美国不容易做 但是政治博弈 往往超越市场实际 不可能的东西都会变成有可能 审时度势 香港对联汇制度的去留 应该未与筹谋 及早做好准备 以上就是资深传媒人陈景祥 也是学者 今天在《明报》所撰写的一篇文章 关于联汇 所以我认为 既然连一些偏蓝的学者都认为 美国可能会使出这一招金融核弹的时候 大家在部署资产方面 就要及早做好一些准备 不要将所有资产 放在单一的经济体里面 这里省点 那里省点 尤其是中产的家庭 这里摆下 那里摆下 不要全部拿港元 可以拿一些美元 而这些美元也不要放在香港境内的银行 放在外面 以备有什么时候可以用 当然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有些人就质疑 到时香港中了金融核弹 匯了出去的钱 会不会匯回回头 竟然有人问这些事情 如果香港真的中了金融核弹的时候 有能力的人 都没有鞋玩剧走 还匯回那些钱回香港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余的资金 你就不要放在香港 这就是我语重心详的一个温馨提示 这节目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